大家好,这个星期在世界范围内有两个重要的选举 一个是5月7号法国的总统大选,结果已经出来了 一个是5月9号韩国的总统大选 对于中国人来讲呢,我猜关心韩国总统大选的人会多一些 因为这个事情和中国的联系要直接一点,紧密一点 毕竟韩国是中国的邻国,同时现在朝核危机进展到这一个阶段上 韩国选出个什么样的总统,对朝核问题的未来走向有蛮大意义的 现在看起来偏左派那个文在寅当选的可能性很大 他前两天已经公开喊出话来,要纠正前任政府的对朝政策 要恢复与朝鲜接触的政策 那么具体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那我们等这个总统大选的结果出来以后再评论 今天主要想说的还是安邦保险和胡舒立他们之间对决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的金融反腐 是整个中国现在政治体制当中的一个大事 它很可能对秋天要召开的十九大都会产生影响 其实5月4号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消息 就是保监会对安邦下了一个处罚声明 在这个处罚的监管罕里面呢 是说禁止三个月安邦申请新的保险产品 同时他说安邦有两款保险产品违规 那么不予备案 之所以在上个周末没有评论这个事情啊 是我觉得对这个用意啊 还颇废揣测 看得不太清楚 所以想沉淀一下 不想一下说出很笃定的话 因为现在在吴小辉和胡舒立激烈交火这个档口 双方都有很强的背景 这个时候保监会对安邦出了这个处罚的规定 那么到底是和用意 他使出了多大力度 牵连什么样的背景 我觉得是需要有一点时间来沉淀联分析一下 从保监会的本身来看 四月份他刚刚经历了一个大地震 就是他的主席向俊波被双规了 四月28号保监会自己还开了一个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专项总治会 那么这个时候啊 他应该是很战战兢兢的时候 应该是随着王岐山的反腐古典起舞 看着王岐山的眼色指哪打哪的时候 大的形式应该是这样吧 看起来呢 那么他给安邦的这个处罚应该是配合财新对安邦的起底 但是当你仔细去研究了他这个处罚规定的时候啊 特别是我去看了很多遍以后 又觉得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 他中间藏有很多玄机 那么保监会对安邦的这个处罚 到底是略失博承 小惩儿大戒还是真的是一个众手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值得仔细分析一下 从这个后面我们也可以看出 当前金融反腐的一个图景 也可以去摸索一下 首先 说这个安邦保险呢 他这次所处罚的 其实只是安邦保险的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就是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他并不是针对安邦集团整体的 那么安邦的保险业务实际上涵盖了人寿保险 财产保险健康险和养老保险多个领域 他每一个类别就是他这个集团下面的一个子公司 比方说 人寿那就是安邦人寿保险公司 财险就是安邦财产保险公司 健康险他专门有一个和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养老那就是安邦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这次所处罚的 所针对的是人寿保险 那么他能够给安邦带来多大打击呢 那我们首先要看这个人寿保险在整个安邦的版图里面居于何种地位 安邦集团目前的总资产规模是一万九千亿到两万亿元人民币之间 而安邦人寿的资产规模就是一万四千五百亿 所以他是占了安邦帝国版图的四分之三还强 那么这次处罚是触及到了安邦帝国的主体部分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就是保监会对他所说的违规的两款安邦保险的产品不予备案 那这个不予备案针对这两款产品能给安邦造成多大的损失 我查了一下在中国大陆的保险行业 一款保险产品开卖的时候 他都得去保监会办理这个备案登记手续 那么一旦这个备案失败了 而你这个产品已经开卖了 那么你就要给承保的客户办理退保 或者转到别的保险产品里面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保险公司一般要给客户一点利益 以弥补客户的损失 要让渡一点利益 这个情况呢就和大家买机票比较相像 如果你买了机票已经去了机场了 再办理登记手续了 这时候有人告诉你各种原因 这个航班不能起飞了 要给你改一个航班 要耽误你的时间 那么航空公司就要给乘客让渡一点利益 来安抚乘客的情绪 弥补乘客的损失 那么在这个保险行业也是这样 你原来所承保的这个业务没有了 要让这些客户退保 或者转到别的保险产品里面去 那你也得让读一点利益 所以呢 大部分保险公司在一款保险产品开卖之前 它就得取得保监会的这个备案回职 它才开卖 否则你前期已经开卖了 这边备案没过 那你卖的越多 你后期处理的麻烦越大 那么在安邦已经被叫停的 这两款保险产品里面呢 有一款它至少已经是卖了半年了 所以这个备案失败 它会给安邦造成一些退保 转保这些方面的麻烦 那么能够给安邦造成多大损失 其实我们是要具体看 被叫停的这两款产品 在安邦所销售的总体业务当中 它占多大的比重 以及有多少客户 多少用户不愿意转保 那么这方面的数字呢 其实是没有的 我们海外是不知道的 但是从长情长理来推断 它那两款新的产品 卖的时间也不长 客户也不至于说特别多 对吧 第三 就是三个月之内不准申请新的产品 能够给安邦造成多大的损失呢 那这就要看安邦现在的资金流状况 是不是它现金非常紧张了 它必须要靠发行新的保险产品 带进资金呢 那么我在这个周末查了一下 看起来还不是这种情况 它的资金流还不是那么紧张 从安邦人寿保险2016年末的这个财务报表上 它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余额是845亿元 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 因为2015年末 它这个数字就是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余额是446亿元 所以2016年这个845亿元 比上一年其实增长了89%之多 这个数字其实是很惊人 所以从这个报表的数字来看呢 它的资金似乎还算充裕 它不存在说三个月内 我没有新产品带进资金 我这个资金链就会断了 是吧 也不存在现有的两款产品被叫停 要给客户办理退保转保 就会造成资金不足的情况 就是看起来它这个现金流还算是充裕 而且它原有的产品销售不受影响 它怎么也还能带进来一部分现金吗 那么我觉得经过这个周末的沉淀 你看到以上那些资料呢 我觉得这个保监会的处罚 对安邦的影响还是比较轻微的 这个保监会对安邦做的处罚姿态 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作秀的成分居多 当然你也可以说安邦的这个财务报表水分也比较大 我们刚才说它这个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没有那么多 它的这个现金资产没那么充裕 流动性没那么充裕 但是你说安邦的财务报表造假 那当然涉及一个更严重的犯罪 但是咱们海外学者呢 也确实提不出更详细的资料 所以我还是倾向认为 保监会对安邦的处罚 是作秀的成分较多 就是打得噼里巴拉响 实际上不疼 除此之外呢 它这个处罚的语气呢 我反复读了几次 还是比较柔和的 它所认定的那两款保险产品 是扰乱市场秩序的违规行为 可是保监会对它的处罚呢 并没有采取像罚款 这种很直接的处罚行为 而且它还给了安邦人寿一个整改的机会 就说会根据你公司整改的情况 采取进一步的监管措施 那这里就有个潜台词 因为三个月之内 不准申请新的保险产品 前面说过了 那还要你落实整改什么呢 其实就是指的 违规的那两款保险产品 你只要整改了 合规了 它还是可以考虑给你备案的 还是可以做出这样的安排 为你安邦减小损失的 在这里就包含有这样一种潜台词在 所以这个处罚的决定了 这个监管函 我反复看了很多遍 我的感觉呢 还是虚以应付的成分比较多 看似是对安邦重罚 实则袒护的成分比较多 四月份向俊波被双规 然后呢 安邦保险被拎出来示众 看起来王岐山想整治保险行业的意图 还是比较明显的 还是比较明确的 但是保监会现在这个处罚 所表现出来的 阳凤阴为暗中抵触的可能性 我觉得是不可小视的 像安邦保险这种迅速膨胀的红二代企业 它必然在监管层人脉广布 不要说向俊波了 就是包括保监会在内的 整个金融监管体系 都可能跟它有利益关联 你把向俊波撤了 换个人上来就跟他利益不沾边了吗 就能够执行你这个打击安邦的意图了吗 很难说的 这里面一个难处在于金融监管 它是一个技术官僚 就是说你需要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 来担任这方面的官职 那你就需要这个人 他在系统里面有长时间的历练 对吧 他是一级一级升上来的 你不能说我从这个体系之外 找个转业军人来当保监会主席 那这个外行他也不懂吗 可是只要是在这个圈子里混着有年头的人 是一级一级升上来的人 恐怕无一例外 早就都被拉下水了 说这个把安邦的资金链给他断了 让他垮了 太多人的利益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无间道你是挖不完的 抓了向俊波以后 马上就起底安邦 那很可能这个吴小辉和向俊波之间是有联系 那你可以说向俊波是一个暗中 抵触这个金融反腐的一个无间道 你把它挖掉以后 你再递捕上来一个 难道就能够忠实执行你的金融反腐的策略了吗 我觉得还是很难的 这种无间道是挖不完的 我甚至怀疑保监会这个处罚措施 就是保监会的人和吴小辉 他们自己商量出来的 琢磨一个办法 就是既能够应付王岐山那边的压力 同时又不给安邦造成太实质的伤害 当然后面我说的这些内容 都是纯属脑补自己主观想象出来的 大家当个故事听 另外安邦集团法律部要起诉财新的那个声明 发表也有好几天了对吧 不过我们还没有看到下文 说这个起诉书送到哪了 送到哪个法院去了 立案没有啊 这个事情会不会闹一段时间又不了了之呢 其实安邦这个起诉声明 也很有意思 他确实是公私不分 他把财新报道吴小辉的婚姻状况 和报道这个公司这个虚增资本 这个财务状况合在一起说 其实你公司法律部维护的 应该是公司的名誉权 至于吴小辉董事长 他个人的婚姻状况 假如说被人捏造了 那是他个人的名誉权 应该他自己找律师去打官司去 这两个事混在一起说 他重点当然他不是放在公司上 是放在吴小辉的个人身上 主要指控的是财新说吴小辉经历了三次婚姻 和邓小平的外孙女邓卓睿婚姻关系终止了 他是主要想指责这个事情是捏造 表明就是我还有后台在 我还很硬 这里呢我们还是不得不说吴小辉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非常知道抓住问题的关键点 他主要就是抓住财新说他的婚姻状况这个事来做文章 因为在这一件事情上是他迎面最大的 你要知道财新曝光了吴小辉的发迹之路 他通过几次婚姻不停的攀附权贵实现发迹 曝光他这个发迹之路不只是曝光吴小辉一个人 而是曝光了一个圈子 哪一个红二代都是靠这种正商勾结一路通吃走过来的 那吴小辉猛攻财新的这一点 他也是看准了在当前的体制下 当权者还有忌讳 他不敢承认红二代发迹的这种正商勾结的 他猛攻胡舒立的这一点 也容易引起别的权贵同仇敌忾的感觉 从而站在他吴小辉这边 把胡舒立和他背后的王岐山给怼回去 让他们无功而返 一个肖建华就牵出了一连串的 现任和往届的中共高层家族 一个马云也牵出了一连串的 现任和往届的中共政局常委的公子们 那一个吴小辉 他这个安邦保险 是一个控制着两万余亿资产的庞然大物 会牵出谁来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已经知道的有邓家 有陈毅之子陈小鲁 那还会有谁呢 可能谁都会被牵出来 要知道中共顶层的这个富豪圈子 这个政商圈子 它是一个很小的群体 财富就是在这个小圈子里循环 你基本上牵出一个人 就得牵出所有的人 你说你要把这个小圈子里面 几个人摘出来 处罚剩下的那几个 技术难度也太高 要摆平的难度也太大 所以王岐山想在这个体制内反腐 动到金融这一块的时候 他确实是啃到了硬骨头 在这个话题的最后 想回应一个网友 因为上个星期 我在说金融反腐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说你在反腐的同时 却维护着产生腐败的这个集权体制 从本质上说 你就是一个腐败的同盟者 你说这种情况下 你去比你比别人清廉一点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有朋友不同意我这个说法 说抓贪官总比不抓好吧 少贪总比多贪好吧 所以你这么说是不是也太绝对了 所以我觉得呢 我可以接受这个网友的意见 咱们可以换个提法 就是说你在反腐败的同时 却维护着产生腐败的这个集权体制 你是今日贪官之敌 不假 可你同时却是明日贪官之友 你是这一代贪官之敌 却避免不了成为下一代贪官之友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把这一批贪官抓了 打下去了 那么别的一批官员不是生上来了吗 你要不打这一批官员 那剩下那些人 他还没有提升的机会呢 好 等下一波官员提升起来 而你自己又老了 退休了 人亡正息 他们的黄金时代就来了 新上来的这批官员就可以 大捞特捞了 所以说不能够实现政治文明的进步啊 你搞的反腐运动 不过是为下一批贪官预备一个舞台而已 那你说历史对你的评价能有多高呢 那可能有的朋友也不太同意我这个说法啊 那个包公 中国古代的那个著名的清官 他不也是在皇权体制内反腐败吗 他其实也是反贪官不反皇帝 但是他也不是一千年来都被人们所称颂吗 不错 因为那个时代 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就处在那样一个水准上 那时候全人类还没有一个地方进入宪政体制 也没有什么新闻媒体这个产业 也没有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这个东西 那个时候人们反腐啊 他也想不到那去拼的就是个人节操 看你这个人有多诚实多正直 而包公以他一生的作为 体现了一种刚直不阿的性格 在各种压力下都能够秉公执法的节操 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 在那个文明阶段内 他确实对后人就有很正面的教育意义 可是现在大势所趋 文明的潮流都不是那样情况了 如何遏制腐败 人们对此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而且有了这种制度性的更加有效的经验 那么我相信如果真的有轮回转生 包公又重新降生到这个世界上 他也一定会赞成三权分立 宪政体制 财产公开 媒体自由 这一系列文明的成果 为什么呢 他所追求的就是社会公正 就是长治久安 就是一种稳定的 可持续的政治清明 那么既然这些都是他真心所追求的理想 那么他当然会拥抱这一切理念 刚才所说的这些文明的成果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今天法国选出了一个新总统 也是一件大事 我也想说一说 过一会儿再录一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